大家好,上个视频我们聊了自学英语从哪开始这个话题 我还给大家推荐了一些教材和被我视为宝藏的一个有着海量英语学习资料的网站 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学音标和记忆单词的话题 学英语必须得学音标吗?怎样学? 记单词前面背了后边就忘,有什么办法可治吗? 关于音标需不需要学这个问题,用一句话来回答就是 如果在学英语这条路上你需要查字典,那就得学 音标是我们掌握正确发音的一个必要工具 其实老外是不学音标的,他们甚至不知道音标是什么 而我们也不是先学拼音再会说话的,是吧? 但是,作为成年人,我们学英语都是半路出家 音标就是给我们这种母语不是英语的人学发音用的 学会了汉语拼音,不认识的字,我们可以查字典,就知道怎么读了 音标也是同样的作用 刚开始学会觉得有点难,是因为它跟汉语拼音不一样 一时转不过弯来 但它们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总结出规律来,把它们记住你就学会了 网上有好多教音标的视频,大家能搜到的我就不再重复了 现在我们来说说成年人学英语最最头疼的问题之一 单词前面背后面就忘该怎么治 我还真有个办法可以分享给大家 好好理解并坚持使用这个办法 你对英语单词的记忆一定会突飞猛进 我们先来想象一个场景 假如你去一个新学校上学 刚开学的时候,整个班的同学你一个都不认识 但是到最后期末的时候,你能叫出每个人的名字 你是怎么认识它们的呢? 首先是跟你有交集的人 坐在你前后左右的,借过你橡皮的,问过你问题的 你很快就跟它们熟悉了 其次是几个长得有特色的 特漂亮的,特丑的,特胖的,特瘦的,特高的,特矮的,说话声音,特好听的 你也很快的就认识它们了 最后,长相不突出 一个学期都没有交集的 因为在一个班的时间足够长 听老师点名的次数足够多 你也能知道它们的名字 你会发现 给你留下印象最快 也最长久的 是那些跟你有过交集的 甚至发生过小故事的人 既英语单词也是一样 要想让背过的单词 能尽快记得住 记得牢 最好的办法就是制造和这个单词发生交集的机会 越多越好 比如 你想记住 parcel这个单词 你就告诉自己 我要想出五个包含 parcel这个词的短语 于是你会发现 parcel可以用在 deliver a parcel receive a parcel international parcel open a parcel 即便想不出那么多的短语 你针对parcel这个单词所做的研究本身 就是你跟它发生交集的过程 秘诀还在于 你要一边查 一边嘴里嘟囔地说 par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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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 is my parcel 记单词效果最好的方法是 你和别人 甚至和自己 讨论过这个单词 在国内 我们没有很多机会说英语 所以很多时候 你要跟自己说 自言自语 你有没有观察过 三四岁的小孩 在学说话的过程中 有很多很多的 自言自语 一边做事 一边嘟囔着 自己正在做的事 成年人学说话也一样 跳不过这个过程 你要是不这样 就会很慢很慢 那怎样和自己讨论呢 我还拿这个parcel来举例 你可以对自己说 我今天学了个单词 parcel P-A-R-C-E-L parcel parcel就是包裹的意思 比如我在淘宝上购物 人家送来的那个快递 就可以叫parcel 国际包裹 叫做international parcel 打开包裹 叫做opening a parcel 收到了包裹 叫做received a parcel 就这样 你把想记 又记不住的单词 都做做研究 搞搞清楚 再跟自己唠叨唠叨 你还怕没印象 记不住 这些都是我的实践经验 除了这些 你还能想出哪些方式 让自己跟单词发生交集 欢迎大家开动脑筋 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点子 比方说 我还有个方法 以前语音群聊的时候 我曾经很活跃 而且老经常换不同的名字 有一次 我叫hyganger 因为我很想聊一聊 满街的绣球花 但是我记不住这个单词 于是我就用它做逆称 吸引别人来问 你这个名字怎么读啊 我就会解释 那一解释 就必须要说这个词 在这个过程中 我就自然而然的 说了好几次 人家再问 你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 于是我就告诉对方 我想聊一聊 在这看到的满街的绣球花 于是 关于绣球花的交流 就自然而然的开始了 聊过了这个话题 这个单词 我肯定就记住了 当初 我就是用这种方式 来制造和单词们 发生交集的机会 最后用一句话总结就是 记单词 不能靠死记硬背 要把它放在句子里 在使用的过程中去记忆 会事半功倍 现在有很多很多app 也能在你学英语 记单词的过程中 助你一臂之力 但是无论你选了什么教材 用了什么app 都得用自己的脑子去记忆 所以我就不给大家 推荐记单词的app了 我只推荐大家 学英语的过程中 不停地用单词制造小故事 把你的小故事说出来 你说出来 比墨倍单词的效率 要高至少五倍 成年人学英语 没有点风劲 是学不好的 所以不要管别人 怎么看你 怎么笑你 想学好英语 就要多说 多听 多练 才能出成绩 下个视频 我们再聊一聊 怎样能快速提高 口语表达能力 早日用英语沟通交流 感谢大家倾听和观看 我们下次见